寶可夢第八世代 劍盾 除了人設真的大爆紅 丹地 齊巴娜 天下無敵 瑪莉 香味四溢之外 傳說中的寶可夢的設計 其實也是非常深得我心的一代 哈囉大家好我是Sing 今天的寶可夢回憶錄 想跟大家介紹 然後推一下 第八世代 神獸的魅力 這次劍盾的冒險地帶是在加勒爾地區 無論是冒險、舞台或者寶可夢設計 都參考了大量英國的元素跟傳說 像是之前PV推薦影片有提到的 這次的加門鳥 鋼凱瑩 之所以會當上破曉之翼的主角 就是因為烏鴉在英國傳說中 是屬於護國神獸的一種這樣子 那第八世代充滿這類略 唯美跟有趣的設定 所以就很想在第二彈 DLC 《灌之雪原》出來之前 好好省事 介紹一下目前為止的 第八世代劍盾本篇的 傳說中的寶可夢的魅力 那麼我們就趕快開始 今天的寶可夢回憶錄吧 Let's go 這段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踪最新的寶可夢 迫一路 迦勒爾地區最大的傳說就是在3000年前 黑龍、武吉泰納從天外來訪 隨著他的降臨 整個迦勒爾地區的天空被黑色漩渦包覆 這個現象被稱作暗夜 武吉泰納帶來的不只有黑色漩渦 同時也帶來了強大的極巨化能量 那個極巨化能量遍佈迦勒爾地區全土 導致各地都有寶可夢極巨化大暴走 為拯救迦勒爾地區的寶可夢跟人名 有兩次代表劍跟盾的狼 戰出來打倒了武吉泰納 拯救了瀕臨崩潰的加勒爾地區 這就是寶可夢劍盾的封面神獸 蒼翔跟藏馬蘭特的故事由來 以往的寶可夢故事裡面的神獸 通常都是對人類不太友善的存在 但劍盾雙神是少數講明了 願意為了人類跟寶可夢站出來的英雄 首先就來介紹第一隻劍盾的神獸 代表傳說之劍的蒼翔 名字由來的Sian意思是青色 是另一隻英雄代表神盾的藏馬蘭特的姐姐 蒼翔他有兩個心態 一個是百戰勇者心態 總之之HP92攻擊130 防禦115特攻80 特防115速度138 總和值是670的形態 這個形態的蒼翔看起來全身充滿傷痕 有一點點可憐 但是只要給他裝備上腐朽的劍 馬上就會轉換形態 變成傳說中的王之劍形態 這時候的種族值完全就是暴力 攻擊力暴增到170 速度飆到148 種族值的總和直升720 屬性從妖精系變成增加了鋼系的複合屬性 特性不撓之劍會讓蒼翔在剛登場的時候 提升一階段的攻擊力 不是啊! 170已經是寶可夢中的頂配了 登場的時候無條件攻擊再升一階 強要升潮 當你以為蒼翔的速度搞不好會因為 裝上一把劍變得很慢的時候 沒有! 速度148 比號稱神速的Mega超夢歪還要快 蒼翔身為對抗極具化的最終兵器的存在 有一招專用技能巨獸斬 這個技能真的很符合故事設計 只要攻擊對象是進入極具化狀態的寶可夢 攻擊力就會翻倍 不僅對戰的時候很強 打極具戰刷副本的時候 手起刀落 手起刀落 眼睛都不眨以下的 我還記得當初組隊打極具戰 可以看到一大堆蒼翔部隊 圍毆極具化對象 因為這個蒼翔的能力值實在是太強了 無論是拿蒼翔打玩家間的對戰 或者刷極具戰 都是兩個字啦 OP 能力值差距大到一堆人覺得 當買劍板真的太賺了 你想想喔 劍板除了有彩鬥 特拉拉以外 哇蒼翔真的太吸引人 而且你們再想一下 如果你們是玩盾版的玩家 蒼翔最後會變成賀普的手持寶可夢 到時候打聯盟刷錢 遇到賀普你會很想死 一招一下真的就是被八甲的 下一隻就是對應Saber 蒼翔的Shield 藏馬蘭特 名字由來The Magenta 意思是品紅色 選這版的時候 我就是衝著品紅色的盾牌才選的 為了馬修跟DK 還有喬魯諾啊 這隻代表神盾的藏馬蘭特 也跟姊姊蒼翔一樣有兩個型態 一個也是百戰勇者型態 種族值HP92 攻擊力130 防禦力115 特攻80 特防115 速度138 所有能力值跟百戰勇者型態的蒼翔 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種族值總合也是670 一樣 給他3000年他曾用過的腐朽的盾之後 就會變成盾之王型態 屬性從妖精 也會變成妖精加鋼 會拿到跟巨獸斬有相同效果的技能 巨獸彈 能力值變化則是 防禦力跟特防都會提升到145 但是速度會降到128 超級虧 雖然種族值一樣是高達720 但我總覺得這個分配 比起蒼翔 這是虧啊 速度變慢很硬傷耶 總之 以上這兩次在劍盾的本篇中 會在故事的最初期以幻影的形式登場 這時候無論你怎麼攻擊他都不會打中他們 他們只會默默的盯著你 然後強制結束戰鬥 那雖然3000年前他們曾經拯救過整個世界 但是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兩個英雄的存在 蒼翔跟上馬蘭特彷彿就像禁忌 被人刻意隱瞞起來一樣 是在樹敵 比特因為心態炸裂 為了博取會長的認同開始破壞遺跡 那因為遺跡崩塌了 劍盾傳說的真相才會逐漸被世人知道 而在故事的最後 為了阻止無吉泰納暴走 破壞整個加勒爾地區 劍盾雙神會以夥伴的方式登場 幫助玩家跟賀普擊退無吉泰納 在完成任務之後 他們會直接跑掉 昌翔跟薩瑪蘭特是 極少數在本篇第一週末沒辦法捕捉的神獸 實際能捕捉的機會 是在打倒單地之後的事情了 那麼第三隻劍盾滿的神獸就是這隻剛剛一直提到的 來自外太空的黑龍 無吉泰納 日文名字Mugendina 由來是Mugend 無限 Die 大 Dynamic 力量 英文名稱Eternatus一直就更屌了 Eternal 永恆 Thanatos 是神 這個命名Sense真的是很有東西啊 如果說創造世界的阿爾宙斯 他是創造力最強的寶可夢 那無吉泰納肯定又是破壞力跟災害指數 都是最離譜的一隻寶可夢了 兩萬年前有一顆隕石掉落在地球 在隕石裡面成眠的就是無吉泰納 在3000年前蘇醒 因為力量太強 導致整個加勒爾地區充滿極巨化的力量 差點就滅國 然後被為了保護國家的蒼翔 還有藏馬蘭特打爆 再次陷入成眠 那這樣子想一想 他好像有點可憐耶 搞不好他也不是故意的嘛 媽? 但之所以說他破壞力超強 是因為他附帶引起 國家全土的寶可夢極巨化的暴走危機 顧拉多他們再威都只是一隻寶可夢 無吉泰納他屬於自己本來就很強 同時他也喜歡搞傳火作案的更大的威脅 無吉泰納總組織 HP140 攻擊力85 防禦力95 特攻145 特防95 速度130 總合值是高達690的寶可夢 屬性是龍系跟毒系 同時也是寶可夢史上第一隻 毒系的禁止及傳說中寶可夢 應該說真不愧是掌控極巨化的王嗎? 無吉泰納他的專用技能是打極巨化寶可夢傷害高達兩倍的極巨砲 他在劇情中會變成當年的暗夜型態跟玩家進行戰鬥 這時候的無吉泰納進行的特殊變化叫做無極巨化 Mugandai Max 這時候的無吉泰納身高會變成高達100公尺的巨獸 HP種族值會變成255 防禦250 特防也250 沒錯 無吉巨化的無吉泰納 種族值竟然破千 位居於全寶可夢最高的1125 同時也是現在寶可夢中最高最強的種族值 但很可惜的 在劇情中被玩家捕獲的無吉泰納 無法變回無吉巨化形態 想要看到這個狀態的無吉泰納 只能在另一個專用技能無吉光速中看到了 阿對!這招無吉光速的攻擊力高達160 是龍性招中攻擊力最強的 雖然無吉泰納在設定上超強 但是無吉泰納在劇情中的捕獲率非常非常高 幾乎是預測你一定會抓到的那種程度 隨便抓隨便有的那種高 如果玩家帶著無吉泰納去挑戰劇情最後的對手 丹蒂的話 丹蒂還會很高興的告訴你 哇!你是他最強的對手 帶著最強的寶可夢來挑戰他 他太開心了 也就是說 我們玩家跟無吉泰納是被預設的一組搭檔 雖然說無吉泰納的活躍就到這邊為止 但是他的故事其實很明顯是還沒有講完的 無吉巨化的詳細故事到現在都沒有講清楚 欸!Game Freak不要跟Z蛇的時候一樣喔 到最後什麼都不說啊 說到故事設定的話 補充一下剛剛提到無吉泰納是外太空來的隕石寶可夢這點 其實之前也有一隻神獸是這樣子設定的 那就是另一隻龍系寶可夢 黑白版的冰龍 丘雷姆 但雙方除了都是來自外太空的隕石 同樣都是龍屬性以外 幾乎沒有什麼直接的關聯之處 期待未來會公布無吉泰納的更詳細背景故事 也希望這能跟丘雷姆有什麼樣的關聯 不要浪費都是來自外太空隕石的設定 畢竟鑽石珍珠重製之後接下來是黑白版的嘛 那剛好丘雷姆的最原始型態也還沒公布長什麼樣子 沒準這兩隻搞不好以前是樹敵或者打擋啦 好啦以上就是第八世代目前為止的傳說集寶可夢介紹 DLC凱茲孤島的熊家族跟之後的冠之血緣的三神大人 會連著追加幻獸一起講 這集就當作是第八世代神獸的Part 1吧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第八世代你最喜歡哪隻傳說中的寶可夢呢? 目前看起來我最喜歡的應該是蒼翔 打擊巨戰有暢想真的是很方便你知道嗎?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討論 分享自己最喜歡的第八世代神獸 不過也只有三隻啦 總之喜歡我的影片麻煩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的不見得會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下來看我分享生活的朋友 歡迎在留言區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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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嘴 在影片 ? 嗎? 巴 琴